这门还可以完全拔开 你就可以看到 Oh my god 太美了 就加一点点的果香 就这样了吗 OK 这款就是我做的婚娘 Ivy的婚娘 大家好 我是Ivy 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 在这里 我带你曾经在世界各地美酒的怀抱中 花到气氛 酒至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 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竞节 现在我们要坐上这一台小车车 开上重葡萄的庄园去看 重好越野可以飙游 我们很幸运地去 有点奥坡 你很幸运 我们有点奥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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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帮助你做一些 一些游客的街道 给我们的客户 你都可以买到这个地区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再重新设计 我们在这里 你看到所有的照片 这就是所有的照片 我们今天品酒还不在 品酒是品酒 我们要走不一样的路 我们要来到他们身上这个 360度风景 全玻璃 你可以看到他们整个葡萄园 是什么样子 这间就是他们自己的湖 他们所有的灌溉 都是从这个湖水里面收取的 来吧 我们一起瓶酒吧 这门还可以完全拔开 你就可以看到 OMG 太美了 哪怕这是一个让人来了 就不成熟的城市 因为有太多 太美的风景消费 这款17年的长香丝 一直是我的心头号 真的我每一次来捆太扫 我一定会买好多品牌家 这款长香丝 从味道来讲 你会闻到很多百合花 一点菠萝 一点黄桃 特别是比较成熟的黄桃 和一点木瓜的香气 真的在Napa我都没有找到一款 这么好喝的长香 太棒了 这一款其实是比较适合 经常喝红酒人喝的一款 白葡萄酒 因为很多人他喜欢喝红葡萄 不喜欢喝白葡萄 就觉得没有什么味道 但其实这个果味 非常非常集中 在口腔里还有个 奶油淡淡的甜味 他把我的名字 放上去了 我觉得他们就是 客户体验做得非常非常好 这本里面还有他们 酒的品酒日记 告诉你是什么年份 里面混亮了什么葡萄 是什么味道的呀 所以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对比 你看他们做得非常精致 有他们家的地图 还有很多他们特别好看的照片 哇塞 这个超棒的 所以你会试着两个地方 你会试着它 从桌子 还有从Dragon's Terrace 然后你会试着 你会试着 一起混合 做自己的味道 然后看看 什么你们觉得 我会试着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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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即将要品的 是来自这块田 这块田大概是一千到五千年的一个年龄 另一款是从这个 Dragon Terry 是四万年的年龄 这一块田因为比较靠近这条河 所以水分储藏是比较够的 这一块是比较干的 我已经等不起要酸酿90了 嘿嘿嘿 我们现在就来尝的是两块田出来的百分之百的赤霞猪 到底有什么不同 现在我品的是这一块 比较年轻的这块田出来的百分之百赤霞猪 巧克力 各种的黑莓酱果 那我对比一下 跟这块比较老的田是什么 这款的果味其实没有这款的突出 我品尝了这刚在木桶里取出来的九个月大的酒啊 现在他们两个其实就是小贝比 Bench这一款 它是比较重于果味的 就是所有的果味都很充足 各种你在赤霞猪可以想象到的 黑酱果 黑巧克力 黑莓 然后 我们的蓝莓也有一点点那样的味道 但它就是丹宁还是非常非常的重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成年 就放在木桶里 这一点对酒有多大的影响 会让它的丹宁非常的顺滑 你看这还讲成不卖 这个真的是你得到这里来 才可以体验到 然后这个Dragon Terry 是属于比较secondary 没那么多的果香味 但是它有各种的香草 一点点的像我们雪茄河那样子的味道 这一款酒是拿来增加整个酒体的结构 让结构更加的饱满一些 我们现在品的只是来自于两块钱 他们酿酒师要品一共二十六块钱来做一款酒 我觉得酿酒师其实是不好当 现在我要把这两款酒混酿 我个人是喜欢Dragon Terry 所以我要倒一点点 去加一点点的果香 就这样那么OK 对我来讲我喝一款酒 不是只追求它的果香结构 我更看中的是secondary 就是第二层香气 这款就是我做的混酿 Ivy的混酿 一点点的果香不要太多 我喜欢那种巧克力啊香草啊 各种样的后味的一款酒 现在到的这款是16年 16年现在这款其实还没上市 他们要等到十月份才会上市 我是最先的那一批肠 这款到的是13年 13年份大家都知道是NAPA最好 最好就本世纪来最好的一个年份 16年的话 我认为也是非常杰出的年份 是因为16年那一年春天雨水很足 整个夏天到我们要收割整个季节 阳光都非常充足 13年呢非常顺滑非常的顺口 16年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 不适合现在饮用的 建议是放9年到12年饮用是最佳的摄影器 整个酒的风味都打开了 最常是可以放到20年是绝对没有问题 它只混酿5种品种 赤霞珠、品力珠、加梅娜、梅洛和朴薇多 加梅娜它其实是一种智利的葡萄酒 因为庄主是从智利来的 他们专门加入了加梅娜 就让它把加州Napa的混娘 再加入一点点智利的葡萄酒 酒庄是1989年买的这块地 当时这块地什么都没有 一根葡萄藤都没有 他们到1994年才卖自己家的第一款年份酒 他们一年只做一款酒 有很多酒庄是一年会做很多很多不一样 他们一年只专注一款酒 所以你们有什么早期的葡萄酒 你们有开门的葡萄酒 所以我们通常在我们的计划 我们在团队里面有三个不同的活动 我们有一天是在新冠 一天是在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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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是在团队里面 在过去年我们有2012年葡萄酒 我们通过2012年葡萄酒 一年葡萄酒 201和1994年葡萄酒 1994年葡萄酒 对,第一次葡萄酒 我们送了3L 这是一个大瓶 我们送给所有的客人 那是最初的时间 我们只能送老老的葡萄酒 现在我们只有2010到2016年葡萄酒 对,其他全部都卖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 如果大家对Quintessla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关注我们的频道 转发、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Bye 美酒 既是艺术 也是生活 关注Ivy的微醺酒馆 带你品味乐趣人生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